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前面十五个 再看右边的十四个 object expand occur pack fix conscious sweep expression instant trick warn intention toward question 这是我们这一组的二十九个单词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故事的内容 先看一下我们的英语版本 接下来是我们相对应的翻译 这边还是关于我们的一个饮食 关于饮食方面的一些内容 然后再看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比较简短 好 那么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的句子以及单词 来看我们的第一句 非常简短 Andy waited anxiously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单词叫做anxious anxious 它是一个形容词 前面是anx 这个 看一下 它的一个发音 anxious 后面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嘛 Ous anxious 所以它合在一起表示什么呢 焦虑的焦虑的 这个anx它本来就表示give pain 然后呢 再加ious 所以呢 就表示焦虑的 担忧的 焦虑的 担忧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在后面加一个ly 就构成了它的副词anxiously 这什么的 这个单词anxiously 再看第二句 the man really gave him a good appetite 来看我们这个单词 appetite 我们可以这样来记一下 app 就是我们的apple a-p-p-l-e 我们的苹果能够开胃 能够开胃 所以呢 能够给我们好的一个胃口 所以呢 appetite 表示胃口 胃口 同时呢 还可以引申为爱好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个单词appetit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句话叫做 give him a good appetite 给他一个好的胃口 give him a good appetite 然后再看下面的例句 exercise will improve your appetite for food 那么就是我们的体育运动 运动断电能够分进我们的一个食欲 再看他的一个用法 have an appetite for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 有食欲 或者是你对什么什么 有爱好 爱好也可以说 have an appetite for something 比如说 have an appetite for sports for music 都可以 再来看下一句 whatever food hard to swallow or tasting disgusting in the past is delicious now 那么这里出现了我们的 swallow这个单词 swallow 那么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里的 这个是什么呢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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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llow 那么这个单词我们可以怎么来记一下 它首先有个wall W-A-L-L 墙 那么如果我们对燕子比较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这个燕子啊 它的巢 它的wall是住在我们的墙上面的 墙上面的 然后前面加一个s 后面再加一个ow 就变成了我们的swallow 燕子 好 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做名词表示燕子之外 它还可以做我们的动词 我们可以结合有个成语 叫做狼吞虎咽 狼吞虎咽 所以呢 吞下 咽下的意思 这是我们这个单词 swallow 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句挺有意思的 I don't know how I manage to swallow my anger swallow 把我们的路火把它吞下去 好 swallow my anger 再来看一下下一个单词 disgusting 这个单词 gust 表示什么为 然后呢 加ing变成 形容词 disgust dis 表示一个否定的一个前缀 所以呢 disgusting就表示 令人厌恶的 disgusting 令人厌恶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来形容一些公共场合 有的人不太注意自己的言行 比如说随地吐痰啊 大声喧哗 抽烟啊这些 我们就可以说 its disgusting 我们同学们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 its disgusting 表示令人厌恶的 再来看下一句 impatiently Andy complained that he was starving to death 来看我们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单词 impatiently 这个单词呢 它是由我们这个patient 变过来的 这样一个形容词 patient 表示有耐心的 有耐心的 然后呢 在我们后面加一个ly 形容词变成副词 patiently 然后再在前面 加一个 比如说不定的前缀 im 就表示没有耐心的 impatiently 没有耐心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那么patient 它做形容词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用一个短语叫做 be patient with someone be patient with us 对谁谁谁 有耐心 这是形容词 同时呢 它也可以做我们的名词 表示病人 病人 这是我们的patient 以及patiently impatiently 然后再看我们的下一个单词 stave stave 死大物 我们前面有学过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死大笨 死大笨 stave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又来学一个死大物 stave 表示饿死 那么我们可以结合后面这个 来用这个词 叫做什么呢 stave to death stave to death the animals were left to starve to death 表示饿死 当然我们这个也不一定就真的是说饿死了 比如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上课 早上最后一节课 那么然后呢 老师还拖一下糖 你就会说 哎呀 we are starving to death 坚持快饿死了 就表示非常的饿 形容饿得很慌 很饿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stave 再来看下一句 Lean asked the waiter to fetch another glass and was about to pour some into Martha's 来看我们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也是我们必须掌握的 叫做fetch fetch 表示什么呢 去 取来 去 接 过来 fetch f-e-t-c-h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tch结尾的其他的一些词 除了fetch之外 还有catch hetch match 以及watch 这是我们的fetch 去 取来 去取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和我们另外两个单词 它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的brain和take的区别 那么brain brain是表示 你拿过来 brain表示 拿过来 brain brain 拿过来 那么take呢 表示拿走 拿走 那么 然后呢 我们这个fetch 表示你去某个地方 去拿了 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再 拿回来 倒回来 这是我们的fetch fetch 再来看下一句 he explains he explains it is too dull to drink only water variety is the spice of life sorry 来看我们的这个 x plane x plane 这个呢 我们 x 发的是x x 后面是plane p-l-a-i-n x plane 根据发现了 这个单词 x plane 比如说什么呢 解释 解释 explain 如果是对某人解释 我们可以说 explain to someone 那么他后面呢 也可以加一个 重句 that 一个重句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y began to explain that they had been delayed by the weather 那么他解释到 他们耽搁了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天气 被天气耽搁了 explain 可以加一个重句 当然你也可以说 explain to somebody that 然后再加一个重句 说什么的 这个单词 explain 再来看下一个 d-u-l-l 道 道 也比较简短 du 这个u 发的是a 所以道 道 那么 无趣的 就是可以等于我们什么呢 boring 那个单词 boring 他除了表示boring之外 还可以表示迟钝的 迟钝的 就是not very clever not very smart 或者是阴暗的 close to dark 有点像dark的一个单词 阴暗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例句 life might be too dull if it had no difficulties in it 也就是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 没有什么波折 没有什么波澜的话 反而会显得比较平淡 平淡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道 再来看下一个 variety 注意这个单词的读音 variety 这个单词每一个字母 它都有发音 variety variety 这是一个名词 表示什么呢 多样化 种类 多样化 种类 我们可以结合一下 这样一个短语 叫做什么呢 variety of 许多 多种多样的 variety of 当然前面也可以加一个 形容词 ar wide variety of 这个短语 ar variety of very 注意这个单词 very 它的发音 和我们这个挺简单的 very这个读音 不要搞混一下了 这个是very very 那么上面是very vere air very 表示变化 very 然后呢 就是它的一个形容词 这个单词 它的发音 叫做什么呢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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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两个单词 它前面发音是一样的 叫做什么呢 vair air 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very 这个是very 这个是various 那么这个呢 是variety 这几个发音 要把它读转 接下来 那么我们再把刚才学过的单词 需要把它贴回去 同学们可以先自己 试着贴一下 然后再跟着老师 一起来贴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andy waited 焦虑的 那个单词 焦虑的 焦虑的是哪个人呢 axious axious 当然是形容词 我们这里 需要的是一个 副词 所以呢 是axiously number two 胃口 我们说 这个苹果嘛 能够开胃 能够让你有一个 好的胃口 所以呢 我们这个单词是 苹果APP开头的 appetite appetite 再看下一个 表示焰 下焰 狼吞虎焰 所以就是焰字 那个单词 它这里是做动词 叫做swallow 再看下一个 恶心的 有表示否定的前缀 dis开头的 disgusting disgusting 再看下一个 不耐烦的 这是由我们的 耐心的 那个形容词 变过来的 patient 然后呢 变成副词 patiently 然后呢 再变成 他的反译词 在前面加一个 否定的前缀 im 所以是 impatiently 再看下一个 饿 饿死 这个什么呢 死大物 死大物 stave 我们可以用 stave to death 再看下一个 那么是 我们的 是取 去拿过来 去拿 还要再拿回来 fetch fetch f-e-t-c-h 再看下一个 解释到 解释 explained explained it is too 无趣的 又boring的一个单词 但是我们今天就学了一个 dull d-u-l-l 最后一个 多样性 一个名词 注意它的发音哦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它是怎么读的呢 叫做什么呢 var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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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看 下一句 I'm allergic to soft drink 那么我们这里的 allogic allogic 我们这个单词 我们来记一下 前面是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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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的 所有的 所有的 好 后面是 ergic 那么这个是 erg呢 表示work 对其他东西 要起作用 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 ic 变外为爱 再加c 就是我们的一个 形容词 对所有其他的 一个东西 都要起作用 意思呢 就是你对什么什么 过敏 过敏 过敏的 allogic allogic 好 这个 注意它有两个 两个 al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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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过敏的 对什么什么 过敏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be allergic to something 对什么什么过敏 be allergic to something 比如说 我们有的人 可能对 我们的 饮料过敏 be allergic to soft drink be allergic to soft drink 不知道 我们的同学们 有没有 对什么什么东西 过敏 那么如果你对什么 过敏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 be allergic to something 再来看下一句 besides substituting water for sugary soda and even for juice can make a major dent in your daily calorie count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句话里面的 第一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是什么呢 sugary sugary 这是一个形容词 y结尾的 y结尾的 所以它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它是有哪个呢 sugar 这个名词变过来的 sugar表示 糖 那么在后面加一个 表示 我们的形容词的后缀 加一个y sugary sugary 这些挺简单 拼写挺简单的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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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表示什么呢 主要的 较多的 major 这是一个形容词 那么它的一个名词 也是需要 我们掌握的 叫做什么呢 majority majority 那么它表示什么呢 大多数的 majority 比如说我们要说 most of us 我们就可以说 the majority of us most of us the majority of us most of my classmates the majority of my classmates 这是我们的 majority 这是我们的形容词 major 到majority 那么它也可以做 动词 就是我们的 大学里面 你要选一个专业 你主修哪一个专业 比如说 我们喜欢英语 那么就主修英语 英语你的专业 major in English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短语 叫什么呢 major in something major in English 那么这个是做 我们的动词 当然它也可以做 我们的名词 就是你主修的东西 比如说 my major is English 我的专业 主修的是 我们的英语 major 就是什么的 这个单词 那么我们再回到 这个句子再来看一下 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单词 substitute substitute 是不是我们前面 有讲到 我们的马沙 替补上场 是不是 替补上场 那么它也可以做 那个动词 表示去替换 什么什么 替换什么 代替什么 substitute 做动词 做动词 好的 接下来再来看 下一句话 drinking water may also help you manage your appetite 那么manage manage 这个单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an man 表示我们的人 人手 age 表示我们的年历 年历 所以你如果这样一个人 在一个职位上面 干了很多年的话 已经比较很多年了 年龄了 年龄比较大了 所以他就可以怎么样了 去当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 管理 所以我们的manage 就表示管理 管理 这是我们的一个动词 manage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he managed the company when his father was away 就有我们的manage the company manage the company 所以表示管理 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 就表示设法做成什么什么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叫做什么呢 manage manage to do something 设法做成什么什么事情 那么他可以来替换一下 我们的success in doing something 成功做成什么事情 manage呢 我们需要后面加不定是manage to do something 这什么的 这个单词 当然他还可以变成名词 变成名词 变成名词 那么就是在后面加什么呢 MENT management 管理 management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manage management 再来看下一句 Andy curled his lip and objected You better try something new and expand your horizons 来看第一个 Leap Leap 有两个漂亮的粉红色的嘴唇 Leap就是什么的 嘴唇 嘴唇 好 这个单词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 Bite her lips Bite her lips 就是 咬住嘴唇 咬住嘴唇 好 再看下一个单词 这个单词的意思挺多 你们先自己先看一下 看一下你们有没有掌握住 就是以前已经掌握住它其中的一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最常接触的 我们学英语最常接触的一个宾语 宾语叫做object 我们经常老师上课的时候会说我们这个句子的主语 主语是什么 subject 宾语是什么呢 object 所以它可以表示宾语 那么宾语嘛 宾语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位语动词的一个对象 动作的对象 所以它也可以表示对象 对象 这是我们的这两个意思 同时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物体 object 也可以表示目标 目标 这是做我们的名词 宾语 对象 目标 物体 同时它也可以做动词 表示反对 不赞成 反对不赞成 那么在我们这个句子里面 这里就是做我们的动词 表示反对 反对 object 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嘛 这里当然是做名词 看一下刚才我们讲过的单词 这个单词怎么读的 试着读一下哦 是什么呢 various 各种各样的 various various objects were on the table 好 再来看 下一个单词 expand 我们这个单词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单词 首先来看 ex 外部 外部的意思 然后 pand 扩展 所以呢 向外扩展 所以就是扩张 使什么什么膨胀 expand expand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是expand 有什么呢 expand your horizons 扩展你的一个视野 开阔你的视野 那么这个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短语 把它一起记住 expand one's horizons 这个也是我们的书面表达可以用的这个短语 比如说它书面表达要求你写 做这样一个事情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比如说旅行旅行的好处意义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那么你就可以说 expand my horizons 开阔我的一个视野 expand my horizons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o expand the minds of children 那么就是开阔我们的一个新制 扩展新制 然后就是我们的expand 再来看下一句 when Lynn saw Martha taking something out of her bank a bank idea occurred to him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这个c我们以前讲过嘛 它发的是哪一个音呢 这里两个c合在一起 两个c合在一起 它发的也是 er occur 发生什么什么 有点像我们的happen 它也是一个不及物动词 同时呢 它没有我们的被动语态 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句 the plane crash occurred only minutes after takeoff 好 所以 er occur 发生 在这里呢 可以用happen来替换 happen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er occur 它常用的一个用法 两种 一种是 er occur to somebody or something occur to somebody 就是 某个人突然想到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我们的文章里面这个句子 er ban idea occur to him er ban idea occur to him 就是我们有一个坏的主意 发生给他 这个如果字面意思 这样去理解就很怪 是不是 所以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它想到这样一个坏的主意 something occur to somebody 所以就是某人突然想到什么什么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下面这个 it occur to somebody that 其实跟我们上面这个是一样的 它只是用一个意思来做我们的形式主语 那么真正的主语 是我们这个主语从句嘛 就是我们这个that引起的主语从句 讲到一个内容 er occur to somebody 某个人突然想到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er occur occur 好 再来看下一句 Matha after packing her bank took it up 来看我们的这个单词叫做pack pack 表示什么呢 包 那么我们常用的还可以 在前面加一个什么呢 back backpack back是什么 back就是 以下同学们现在看着老师的 就是back back什么呢 背 背 所以呢后面加一个包 pack backpack 就表示背包的意思 backpack 表示背包 背包 那么这是我们的做名词 它可以表示包 背包 也可以表示包裹 这是做名词 当然它还可以做动词 表示打包 打包 打包 这是我们的这个词 pack pack 那么这里同时注意一下这个 我们也简单说一下 Matha after packing 那么这里为什么pack 做动词它要用Ig呢 因为前面在我们这个after 它在这里是做借词 借词后面 所以动词呢 要用动名词 动名词 这是我们的pack 可以做名词 表示包背包 包裹 做动词呢 表示打包 打包 再来看下一句 they fixed their eyes on her 那么就来到我们非常简单的一个单词 fix fix 这个单词 你看它简单 但是它的意思呢挺多的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看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意思 表示修理 修理 那么它表示修理的意思呢 就等于我们这个 我们MEND MEND MEND 修理 那么fix 也可以表示修理 我们来看例句 the repairman 我们的修理工 the repairman the repairman explored my car 检查这里 检查到我的这个车 my car and said he would fix it tomorrow fix 表示修理 fix the car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意思 表示修理 它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这样一些意思 表示安排什么什么事情 或者是确定什么什么 安装什么什么 固定什么什么 这个固定安装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的家里面的一些设备 这些之类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fix 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文章里面 这个句子 they fixed their eyes on her 那么你看 fix their eyes on her 就把他们的什么呢 眼光集中在 固定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这里把它翻译成 目不转睛 目不转睛 好 又到了我们的填词的时间 那么需要把我们刚才学过的单词 把它填回去 填回去 然后再看第二个单词 表示什么呢 含糖的一个形容词 糖都知道嘛 sugar 然后呢 加一个y在后面 就变成它的形容词了 表示什么呢 sugary sugar sugary 这是我们的 这一个形容词 含糖的 顺便说一下 那么含糖的东西 同学们还是要不要吃太多 因为对什么呢 is bent to your is bent for your teeth 对我们的 牙齿不是很好 那么老师又注意到 很多一些同事 牙齿不怎么好 那么我们同学们 特别是女同学要注意 因为女同学可能比较喜欢吃这些甜食 那么要注意好 保护自己的牙齿 好 再来看 我们下一个 表示大大的减少 就是我们的主要的 大多数的那个词 一个形容词 表示什么呢 major 它除了做形容词之外 它还可以做我们的动词 就是我们大学以后 主修一个专业 叫做什么 major in something 或者做名词 也可以表示 就是你主修的 那个专业 那么它也可以变成 我们的名词 majority the majority of my classmates 就是我们的 这一单词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 控制 控制 就是我们 去把什么东西控制住 manage 那么有一个用法叫做 manage to do something 设法 做成什么什么事情 manage to do something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思 就表示管理 管理 manage a company manage a school 或者是manage your time 管理你的一个时间 像特别是我们同学们 平时作业很多 那么你要去管理好你的时间 manage your time 再来看下一个 curled his 他的一个嘴唇 嘴唇 挺简单 三个字母叫做leap leap and 什么呢 卷起他的一个嘴唇 然后呢 反驳 反对 什么什么 那个单词的意思挺多 就是我们的宾语 他做名词的时候 可以表示宾语 object object 做名词可以表示宾语 也可以表示事物 什么什么事物 就是做名词 那么他也可以做动词 表示什么呢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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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的开阔视野 开阔视野 expand 那么我们要记住这样一个短语 相当于是一个短语了 expand one's horizons 开阔某个人的视野 expand one's horizons 再来看下一个 就是我们的突然什么什么想到 突然什么想到 我们可能会一般同学 想到什么 think 但是呢 我们这里有一个 accure to accure to 可以说 something accure to someone 或者是 it accure to someone that 加一个重句 然后再来看下一个 就是我们的收拾 那个单词 收拾就是我们的包 背包 pack 这里是做动词 after packing 和bang 再看 最后一个 就是什么呢 我们目不转睛 目不转睛 把他们的眼神注意到他的身上 我们的非常简单一个单词 fix fix 就是修理 好 接下来再来看下一句 Mathas eyes unconsciously swept their expression 来看我们这句话里面有三个单词 第一个看一下 conscious又是c c开头c发的是k conscious conscious这个单词 conscious 注意这个单词 后面前面con到挺好记得 con sures 这里 scious conscious c-o-n s-c-i-o-u-s conscious 它表示什么呢 意识到的 意识到的 或者是 自觉的 意识到的 自觉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用的是unconsciously 同学们应该已经比较熟悉我们这些ly 复词后缀 然后un表示否定了前缀 我们的conscious表示意识到的 有意识的 那么unconsciously 那么就变成了什么 无意识的 失去了知觉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复词 unconsciously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例句 this is what conscious dream weaving is all about 那么这里就一个 conscious dream conscious dream 再来看下一个的单词 叫做sweep sweep sweep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边 图片里这样 sweep 打扫 扫除 sweep the floor sweep the floor 那么它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不规则的 sweep 那么老师再次强调 就是我们对这些不规则的 它的一个变化 还是要把它掌握住 那么有可能它出现在我们的阅读里接 或者是弯形天空里面 那么它直接是用的是我们的过去式 或者是过去分词 那么你可能就不认识了 我们出现这个sweep原型 你还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呢 它如果直接出现的是过去式 过去分词 那么你也要反应过来 就是我们的sweep 变过来的 sweep 表示扫除 扫失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那么看一下例句 You better damp down the ground and then sweep it 就是我们要扫除 扫除 然后再看下一个单词 expression 这是表达 表达词句 就是我们学习英语嘛 你不光是要学习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单词 同时呢 还有一些短语啊 一些表达 那么就是我们的expression expression 同时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脸上 脸上的表情 脸上的表情 那么它是由我们的一个动词变过来的 就是我们的哪个动词呢 Express E-X-P-R-E-S-S Express Express 表达 表达 这样一个动词变过来的名词 Expression Expression 那么我们这几个意思 其实也很好记得 你看嘛 表达嘛 我们脸上的表情 其实就表达 你的一个什么 内心的一些想法之类的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就是用我们的一些词句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Express 和Expression Expression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例句 My teacher looked at me With a puzzled expression on the face 就是我们的脸上的表情嘛 有一个什么呢 困惑的一个表情在脸上 With a puzzled expression on the face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 Matha's eyes unconsciously Swift their expression 那么这里的Swift 它就不是表示扫除了 而是表示什么呢 他们的一个眼神 扫视 扫视 Their expression 扫视到什么呢 他们的一个神情表情 好 再来看下一句 She was instantly careful because she had been tricked many times 来看我们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单词 叫什么呢 Instant Instant 那么这个in在什么什么里面 St St表示站立 然后呢 Ant 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形容词的一个后缀 Instant Instant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立即的 立即的或者是速食的 它也可以做 名词表示 而瞬间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最简单的意思 速食的 速食的 那么我们有一种东西 同学们应该都吃过 就是有一种面 那我记得什么面呢 就是我们的速食的那种面 就是三个字 方便面 方便面是怎么说呢 Instant Noodles Instant Noodles 方便面 Instant Instant Noodles 这个是我们的速食的 那它还可以表示什么呢 立即的 立即的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的意思了 Instant 在后面加一个ly 就变成了它的副词 副词 Instantly 顿时 顿时 那么它也可以做这个名词 做名词的话 就看一下例句 I shall be back in an instant 我马上就会回来的 in an instant 这是我们的 这个单词 然后再看下一个 trick trick 就我们的万圣节 是不是 万圣节 你看我们的电影 你会看到我们的国外小朋友 万圣节的时候 那么就说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好 那么就是 捣乱 捣乱 就是我们的戏弄 戏弄 如果不给的话 不给糖果的话 就可能就要 戏弄对方 那么所以呢 trick 大概别是戏弄 红片 这个是做动词 trick 当然 它也可以做名词 我们的一个轨迹 骗局这些 It's a trick It's a trick Don't believe him 不要信他的 这是一个轨迹 It's a trick trick 好 来看一下例句 They have to think of a trick to get past the guards 那么这里就是 做我们的名词 a trick a trick 这是我们的这个词 那么在这里呢 当然是做我们的动词 被捉弄了 被捉弄了 and been tricked many times 再来看下一句 这句要稍微长一点 I warn you not to have evil intention towards me Are you a questioned mother 来看第一个单词 Warn 就是我们的战争 这个WAR WAR表示战争 战争 然后再加一个N 就表示警告 警告 不要发生战争 不要发生战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还是经常看到的 Warning 那么在后面加一个NG 加NG就变成什么那词了 当然就是我们的名词 名词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用法 用法 就是什么呢 Warn somebody War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Warn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 警告某人 不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来看一下另一句 I try to warn him But he wouldn't listen 我试着警告他 但是呢 他不听 不听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单词 Warn Warn 好 再来看下一个 Intention Intention 这是一个什么词呢 这是一个名词 Intention Intention 那么它是由我们的一个动词变过来的 其实是由我们的来根 叫什么的 Intent Intent 打算怎么怎么样 Intent to do something Intent to do something 打算做什么 我们这个呢 可以来替换我们的Plan Plan to do something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 Intent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边 它是名词 Intention Intention 好 再来看下一个单词 就是什么的 Towards 朝向 这个比较简单 Towards Towards 朝向 朝什么什么 方向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看一下第一句 Suddenly I saw a tall figure approaching towards the policeman Approach 我们前面学过的嘛 靠近什么什么 然后呢 Towards 靠 向什么方向 靠近嘛 Towards 这什么的 这个单词 然后再来看 我们的最后一个单词 Question 这个单词肯定都非常熟悉的 Answer Question 回答什么什么 问题 那么当然 这边是 做名词 做名词 表示 问题 问题 当然它也可以做 动词 表示 你提问 提出一个问题 或者是 你去一个质问 质询 Question Questio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I finished Apart from the last question 那么这里 Apart 我们前面又学过的 除了什么什么 除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其他的都做完了 这就是我们的Question 它可以做 名词 Ask a question Answer a question 它也可以做 动词 表示 质问对方 质问对方 好 这是我们的Question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我们刚才 学过的词 再把它填回去 填回去 来看一下 第一个 Mother's eye 无意当中 没有意识的 叫做什么呢 Unconsciously 比较长这个单词 Unconsciously 然后是 看到了 看到就什么的 那个是 什么呢 扫除那个 扫除那个词 Sw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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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脸上的一个表情 Express 那个动词 变过来的 名词Expression She was 顿时 立刻 就是我们的方便面 那个 Instant 当然这里是副词 所以呢 Instantly She was Instantly Careful Because She had been 怎么怎么样呢 捉弄 被捉弄过 一个动词 Tripped Many times I 警告 警告 这里呢 是一个动词 Warn 我们可以用 Warn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或者是Warn somebody Not to do something I want you Not to have evil 企图 就是我们的打算 什么什么 我们有动词 Intent Intent to do something 名词的话 Intention 所以这里应该是 Intention 再看下一个 我们的表示方向 对某人 Towards Towards me Are you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质问 问题 Question 可以做名词 也可以做动词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组的 所有的单词 那么我们的 音汉匹配 那么同样的 课后到我们的 其数英语官网上面 去做我们的 音汉匹配的一些练习 好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一讲的全部内容 好 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